探讨活动一至二 显微测量技术 显微镜下形形色色的细胞与构造相当迷人 也许你会想知道它们有多大 但在显微世界里是无法用一般的尺测量大小的 没关系 借助显微测维器就可以解决 活动目的 学习如何以显微测维器测量显微镜下细胞的构造 如细胞核、液氯体或内含物如淀粉粒之实际大小 活动器材 活动步骤 松转目镜后放入一个圆形波片刻度尺 也就是目镜测维器 上面刻有一百个小格可进行测量 在显微镜在物台上放置一个永久波片标本 以4倍、10倍及40倍不同倍率观察标本 比较不同倍率下 标本观察结果是否会随着物镜倍率的增加而放大 目镜测维器的刻度是否会随着物镜倍率的增加而放大 你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事吗 目镜测维器的刻度大小在不同的放大倍率居然都一样 这表示刻度没有被放大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目镜测维器的刻度大小在不同放大倍率有多长呢 这时就必须借助另一把会被放大的尺做比对了 这把尺称为载物台测维器 是一片上面刻有一段一毫米直线的长方形波片 此一毫米直线等分为100个小格 每一个小格长0.01毫米 也就是10微米 取下永久波片标本 于载物台上置换为载物台测维器 在不同倍率下 比对载物台测维器与目镜测维器的刻度 就可以知道目镜测维器刻度的实际长度了 观察载物台测维器在物镜为4倍、10倍及40倍等不同倍率时 其刻度是否随着物镜倍率的增加而放大 经比对换算 以致在4倍、10倍及40倍物镜下 目镜测维器每一小格的长度分别为25微米、10微米、2.5微米 以此测量永久波片标本的细胞构造 或内含物的大小 问题与讨论 1. 在各种不同物镜放大倍率下 目镜测维器每一小格的长度看起来相同吗? 2. 在各种不同物镜测维器每一小格的长度看起来相同吗? 2. 在各种不同物镜放大倍率下 2. 在物台测维器每一小格的长度看起来相同吗? 2. 不同 刻度会随放大倍率增加而被放大 3. 在显微镜的视野下 2. 如何分辨目镜测维器和在物台测维器? 3. 答 目镜测维器的刻度大小不会改变 但在物台测维器会 5. 进阶延伸学习 如果手边没有测维器怎么办? 3. 没关系,目镜上若有些文字标示也可以协助测量 3. 在标示放大倍率之后的数字代表目镜能看到的视野直径 3. 单位是毫米 4. 由于肉眼看到的影像又经过物镜放大 4. 因此视野直径会缩小为目镜视野直径除以物镜放大倍率 2. 米